宁静的午后 漫步在充满绿意的森林 大自然里充满了阳光与朝气 水面上的天空有着轻盈的身影 在溪流、湖泊、沼泽等湿地环境 蜻蜓是最引人注目的舞者 它们具有各式各样的色彩与姿态 善变蜻蜓具有美丽的红色身躯 那身红色的翅膀往往让人印象深刻 出太阳的时候 它们时常在西边现身 饼脉蜻蜓 稳稳地降落在陡直的枝叶上 它们普遍分布于池塘 小溪周围 硕大而发达的眼睛 具有锐利的视觉 它静静地停留在枝叶上 观察四周的动静 它们是空中的小霸王 当有入侵者侵入它的视力范围 它便会起身追击 传宗接代是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 胶尾中的蜻蜓 彼此身体焦结在一起 形成了特殊的姿态 缠染中的顶脉蜻蜓 不停地以腹部碰触水面 成语所说的蜻蜓点水 正是由此而来 有别于点水式的产软 猪带艳蜓 则是冠于将软产在水边的青苔 或是潮湿的泥土上 所有的蜻蜓 小时候都生活在水中 这些孩子被称为水菜 待成长一段时间之后 便会在适当的时机爬出水面 离开水域 蜕变成为蜻蜓 然而 大自然 又残酷的一面 凶猛的猎杀者 随时都可能现身 弱肉强食 终究是自然界的法则 湿地环境是观察蜻蜓的绝佳去处 因为有了这些小生物 水边的光景 在阳光下更显灿灿烂 到户外的时候 不妨多加留意森林中的溪流旁 日光下的华与舞者 将会为你带来 生动有趣的自然体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